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条状态 然后就以其他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状态的时候 心情是感到非常的沉重 那让我惊讶的是 当我点开评论区的那一刻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123万条评论 而这123万条评论 是这六年以来 几乎你每几分钟 你点进去你就会看到 有新的评论进来 那这些人都在这里留言说些什么呢 而我看到的是 大部分的留言 都是出自于抑郁症患者 或是身处在抑郁持续当中的人们 我看到了他们的心生 是无助的 是绝望的 甚至我看到更多的是抑郁 我那时候在想 他们在这里留下 不想活 活不下去 生命太痛苦的这一些评论时 他们的身边的家人呢 朋友呢 难道连一个 倾诉的对象都没有吗 这也是我时常在想 我可以为这一些 还怀在自杀边缘的人们 做些什么 这也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一个使命 那根据世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 平均每年 有80万个人死于自杀 也就是说 每40秒 就有一个人 自杀身亡 那在我们生活的这个麻坡 这个城市 三天前也发生了 同样让人心痛的悲喜 那现在 我有两个问题 想要问在座的每一位 包括正在观看视频的你 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他人的生死 和你有关系吗 或许 这个是你第一次 思考这个问题 你的答案 是不确定的 那请听听我第二个问题 假设 刚才我所提到的 那123万条评论当中 有其中一条评论 是出自于你的家人 你的另一半 或是你的朋友 那我想问一问 他人的生死 真的和你没关系吗 如果现在 你内心的声音 是告诉你有关系 那在这里 我想跟大家说一份谢谢 因为从现在开始 预防自杀这个重要任务 不但是刚刚几分前我所说的 我可以为徘徊在自杀边缘的这些人们做什么 而是我们能够为徘徊在自杀边缘的人们做什么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去预防自杀 那相信 端午节 即将来临 那 从我小时候 有记忆以来 端午节 是用来庆祝的 甚至有的时候 我还会收到端午节快乐的信息 那 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一想 端午节的由来 它的由来 是因为 被流放到边界的去源 那个时候 它正处在人生的谷底时 没有人陪伴 最后 它选择筹合自己 那 而我们又在 五月初五这个日子 去庆祝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是不是 那我就在想 其实我们华人的传统思维 谈论死亡 是一个禁忌 它是不吉利的 更不用说 自杀 所以呢 在预防自杀 我们不能抱着 眼不见为敬 耳不闻为名 口不提为安 的态度 所以预防自杀 我们第一件可以做的就是 打破沉默 那在两年前 我加入了 BeFrienders Moi 成为了 预防自杀热线的一份子 我开始探索 开始关注 自杀这个课题 而在 与各种 有自杀倾向的人 相处的过程中 我发现 一般上 正面对 自杀倾向的人 他们身边会出现三类人 他们身边会出现三类人 有的甚至会忽略他们的感受 认为他们只是说错而已 他们是要得到别人的关注 他们只是在开玩笑 记得 有一次我告诉一位先生 说他的太太 有自杀倾向 那我们作为家族 需要多多的 应用意 那时候呢 在电话 的那一刻 我得到了一个非常冷酷 的回应 那位先生说 他每次都说想死 可现在不是还没死吗 所以 很多时候我们 大多数的人也会认为 他只是说 他没有任何勇气去做 当然 我们不要等到 悲剧发生的时候 才来后悔 早知道 没有早知道 如果真的有早知道的话 我不需要预防 那会有出现第二类人 我们称之为指挥者 这个指挥者呢 是非常普遍 当一个人 有自杀倾向的时候 他遇到指挥者 指挥者是走在他的前面 扮演这一个 精灵导师的角色 告诉他怎么做 比如说 看开点 然后会跟他讲 很多的大道理 世界是美好的 举个例子 看开点 这三个字 听起来非常简单 可能 身为一般人的我们 我们是出自于关心的角度 去跟他说 看开点 但如果 这三个字 看开点 是让一个有抑郁症的人 听进去的话 你们知道他接受到的意思是什么吗 他可能会 他会觉得 看开点 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也做不好 我也做不到 我是不是很没有用 我是不是很失败 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他人的负担 是不是社会的败累 也有一些人 被告诉他说 生命是有毅力的 那我敢告诉你 当一个人已经失去了 对生命的活着的念头时 无论你告诉他 任何的道理都是在对你有贪心 就好像你去跟一个失去清理的人说 贝多芬的音乐有多么的好听 他们接受不到 那 有自杀倾向的人 他们需要 什么样的人 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也就是 守门员 这个守门员 就有Toby Flanders的义工们 正在一起 那守门员呢 基本上 他们不会 让有自杀倾向的人 主持一个人面对问题 他们也不会 教他们怎么做 给任何的借题 甚至是解决方案 他们是陪伴在 他的身边 我记得 有一位哲学家 Albert Ken 有曾经说过 请不要 请不要走在我的后面 因为我可能 不会引路 也不要走在我的前面 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 请走在我的身边 做我的朋友 那 说到这里 我想跟大家说 在19年前 也就是我9岁的时候 我被诊断出 患了先天性 剪步的疾病 所以呢 从我小时候 开始 我的势力就 开始慢慢的 退化 我本来的 世界 是高清的 而死时死刻 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一样 是模糊的 我每天只要一睁开眼睛 我的世界就是这样子 所以 说实话 假设如果我足够悲观 我足够消极 其实我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有 不用活的理由 我都可以有自杀的借口 因为对我来说 活在这样子的世界 困难太多了 而且 我可能 还会 这样的一个模糊的世界 它可能会越变越模糊 甚至有一天我可能会完全看不到 如果我是抱着这样子的担心 继续生活的话 我相信我的人生会很痛苦 可是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从来都没有自杀的念头 并不是说我有多么的坚强 我有多么的努力 而是我身边 我身边的家人 朋友 甚至是我不认识的有心人 无论在我需要的时候也好 我不需要的时候也好 他们总会陪在我的身边 记得我小时候 小学时我父母亲 对我的要求 是你考八十分就好 但我上了中学 他们对我的要求是 你及格就好 但我上大学的时候 他们对我的要求是 你尽力就好 你们知道 我大学毕业了 现在他们对我的要求是什么 你快乐就好 这么简单 可是我相信 在座的每一位 可能都很难去做到 而我的父母他们没有说 可是他们用行动 告诉了我 你知道这个对我来说 代表着什么吗 代表着就是一种接纳 就是一种体谅 就是一种包容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完全看不到了 我也不怕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就是我的世界变黑暗的时候 我也不是一个人 我身边还有家人还有朋友 他们会陪着我 一起面对 我即将面对的困难 然而 在我们陪伴自杀 运向者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扮演好 倾听者这个角色 很多人会认为 倾听它是必须受过 专业训练技巧 才可以掌握的 但是我并不认为 只要我们可以做到 用心听 好好听 认真听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有多好 倾听它就像撲合液一样 都知道撲合液吗 只要我们用手去搓它 它就会散发出清爽的味道 一样 如果我们在沟通 或者是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们多多运用倾听 这个技巧 你会发现 那一颗曾经被你用倾听 呵护过的心灵 它会是感到 多一份的舒畅 因为当你愿意 听的时候 也就代表 你正创造了一个空间 让他们去说 让他们去宣誓 而不是把那些话 藏在心里 没人可以讲 所以其实很简单 我们要做到陪伴这一个角色 就是借我们的耳朵 让他们听住 可能你们没有发现 此时此刻的你们 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你们现在的聆听 虽然我站在这个角度 我看去前面是黑暗的 看不到 可是呢我能够感受到 你们的专注 你们的陪伴 因为站在这一个讲台 对我来说 是一个梦想 可是我没有想过这个梦想 这么快就来了 其实一开始我很紧张 我也很焦虑 我担心我自己讲不好 可是因为有你们的陪伴 你们给了我勇气 你们给了我信心 现在的我 才可以好好的完成这个任务 那在我离开这个舞台前 我想告诉大家 我相信 心在哪里 路就在哪里 如果你们的心是和我一样 肯走在预防自杀这条路 我相信我们能够 让少一个人 走在自杀这条路 那 从倾听开始 将那些 还坏在自杀边缘的心灵 接回来 让陪伴成为他们活下去的理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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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对 我相信 我相信 你 我相信 你 我相信